阿里!阿里!阿里! 大家好,今天我很特別的題目 是我今天會問外國朋友們 台灣人很喜歡星座 你們覺得你的國家也講的嗎? 差別在哪裡? 我們看看他們的回答 台灣人超喜歡討論星座 你的國家也講嗎? 不太會 我們也喜歡看 然後就因為我們日本呢 就每天早上在電視上 可以看到一些星座的那個算命結果 那如果自己是第一名或是第二名的話 可以相信 但是如果就 比較不好的結果的話 就不用相信 就不會像台灣人那麼愛討論星座的問題 嗯... 其實台灣人真的每天很喜歡看星座 因為台灣人就有時候啊 什麼就有新的對象 新的女朋友或是男朋友 但是看我們兩個的星座都是這樣 所以應該結果會不會 就不好這樣 但是我覺得這樣應該完全沒有問題 就星座跟戀愛完全沒有問題吧 有一點奇怪 對 我們應該是普通 不會像台灣那麼愛討論 可是我們如果你問我 我還是會想要聊 不像台灣那麼愛聊 然後我本身我覺得還蠻有趣 對 你喜歡 我喜歡 對 女生比較喜歡 聊星座 對 我們大部分的人不會 不會 我來台灣的時候覺得台灣超奇怪的 為什麼大家都 都是很喜歡星座 然後像我穿什麼衣服啊 你要看星座 然後第一個問題問你說 你請問你是什麼星座 對 但是這幾年在越南開始有很多年輕人 也開始相信這個了 對 我們國家奧地利也有 但是我覺得我們不太相信 就是女生應該會比較相信 對對對 這樣的事情 但是男生應該不會 所以台灣比較 這個部分比較台灣人 因為是台灣的年輕人真的很相信 對啊 他們怎麼都相信 台灣的人跟香港的人 都很相信星座這個東西 對 對 是幾座啊 像幾座 他們可以分析到 例如說 我男朋友 有個男生喜歡我 然後朋友就會說 那他什麼星座的 你看 就是他們可以從你不同的星座 讓你知道 個性是什麼 或者是你怎麼去對他 會比較 所以說 雜誌啊 雜誌啊 都會有 都會有 報導 本週星座最厲害的冠軍 是 是幾座這樣 所以大家都會很 很喜歡看這個 我覺得有些會 但是我覺得他們都很傻 為什麼 因為我發現 看那個報紙裡面會有寫 今天雙語座 為什麼獅子座 然後你不給他看 是哪個星座 跟他講 你今天會怎麼樣 他們說 對啊 這麼清楚 這是很笨 你看每一個都有共同點 台灣也一樣 但是台灣 不像美國 TV都是那個英文 都在有那個女生 她整天都在講星座的東西 然後Facebook 她直播的時候 就有十幾萬人帶著看 我來台灣 我才知道我是什麼座 但是我們緬甸好像就是問 你是禮拜幾 禮拜幾 禮拜幾 比較會聊這樣子 但是星座 我來台灣 我才知道我是獅子座而已 在我們緬甸我們很少聊星座 嗯 而且我們不太聊說 你是幾夜幾夜生的 你是什麼座什麼座 像我們的生日 都是秘密的 不太告訴別人 在台灣 非常有 聊天都會聊星座 下個禮拜什麼星座 要什麼心情 什麼衣服 對對對 台灣人 什麼工作 什麼心情都喜歡聽 我們沒有到一定要穿什麼 可是我們也是會看星座 是嗎 我們也蠻喜歡看 就是會看說 這個天運勢好不好啊 是不是適合做什麼事情啊 華人啊 馬來西亞華人會這樣 馬來西亞的馬來人 馬來人可能還好 還好 通常是華人比較喜歡看 其實還好嗎 還好 但是我們不會 講話 不會問 但是我們還是會看抱著 我這個禮拜會發現什麼事情 年輕人很相信星座 在土耳其也很相信 可是我覺得台灣的當然比較高的 他們有一點誇張 如果你們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你們可以訂閱 Best of Taiwan 你們可以分享這個影片 拜託分享 我很喜歡你們 我很喜歡台灣 Love Taiwan 拜拜